刚刚教授有点到说 可能本质就是在于说 韩国瑜方面到底是强还是弱 可能中间的话会有一个变动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和谢先生一起来探讨 我们讲说无规矩不成方圆 规矩已经立下来 很有可能 有规矩的话很可能就会执行 可能对于国民党方面 必须得面临一个问题 假设说在两周左右的时间之后 真的发生了一些状况 那么国民党方面必须对于 郭台铭或者对于王金平 祭出党记的时候 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 国民党再一次的出现在 重大的选举当中 可能出现了重大的分裂 那好 那在这一次的时候 国民党中央以及这一次的参选人 韩国瑜 他们是否有足够的第一资源 第二足够的民意支持 来渡过这个难关 是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回顾国民党的历史 它只要有两次重大的分裂 第一次是新党的出走 第二次是2000年 宋楚瑜的一个所谓拖当参选 这两次是最重大的一个分裂 那也对国民党造成伤害 可是我们后来看 是后来的发展状况 慢慢的归队 但是这个是需要时间 但是受的伤害是很大 对当时的所谓的选举的一个结果 也造成很大的冲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一次的初选 可以说是国民党 有史以来我个人认为 最公开的一次 就是五个候选人 张老师也是其中之一 那你今天大家办了三场 大家都参加了 也签了公约 但是郭台铭先生并没有签 这一点在基层的民族 大家认为说这一点 他有点说不太过去 然后当然他在当时 领这个所谓的荣誉党政的时候 他也说了 我不接受征召 我要参加初选 如果我初选 所以表示我努力不够 那我支持初选胜出的人 这都是他讲过的话 现在一一被挖出来 也就是说你今天造成这个危机 那我们再反过来看 今天不是国民党中央要不要处理 所谓的郭台铭跟王金平的问题 而是他们面临非常大的一个 所谓的基层的压力 他们就认为说 你们一个不参加初选 然后每天在那边搞小动作 一个参加初选输的 然后又好像不认输的样子 所以这基层的民众 他们的焦虑感是这样来的 就是说这两个人 为什么就是不遵守游戏规则 然后每天在游戏规则外面 在那边圈转 然后你党中央又不处理 所以为什么说昨天的那个中常会 马上就通过说要开闸 这完全是 我相信这个就是这些区域民党 他们下乡去走 然后访问基层 然后得到的反应 跟中央党部反应的结果 这个反弹的确是很大 那你刚刚说 有没有这个所谓的足够的民意 跟资源 我相信是有 你看韩国瑜的每一场造势 这算不算是一种资源的展现 这种能量是很惊人的 那你说国民党 还有没有所谓的民意的支持 这一定有相当的民意 至少三成到三成五之间 就是韩国瑜的民意就是 因为每天的黑海 他的民意就造成说 上也上不去 下也下不来 就是卡在那边 那离选举还有几个月 那韩国瑜要把这个支持度给拉高 那他必须做几件事情 第一 他的政策要讲清楚 你是不是能端出有一些牛肉 吸引所谓的中间选民 那还有就是说 你在高雄市场 有没有重大突破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说 他不要再说错话 因为这个每天说错话 这的确是很伤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对中间选民来讲